嘿哟,大家好,我是丁丁 过了10天,马统人67集part 3终于更新了 这一集超好看,超劲爆 只可惜我等一下要出国了 这个星期也不能为大家做解析影片了 不过没关系 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看马统人第67集part 3的故事大纲 等我回国再做一个完整的解析影片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 等我回来这个视频最好要有1万个赞 来看大家能不能帮我达成这个目标 这一集基本上就是万众期待的泰坦电视人回归旧场 而前两天作者在DC串流的一段视频 也向我们暗示了 泰坦电视人把博士给干爆了 影片开始就紧接着上一集泰坦监控人割头的画面 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白色的飞行物 到最后都没有出现 在这一集很明显的看到这只是一团烟雾 所以说是联盟飞船还是UFO马桶人的 全都被打脸了 果不其然 在泰坦监控人的头被割掉之前 他真的被救下了 就像我上一集说的 泰坦影响人被博士击倒 没看到尸体就代表他没死 他抓住了泰坦监控人的电锯 不让他继续伤害自己 却不小心伤了他自己 泰坦监控人挣脱后 继续割自己的头 泰坦影响人用匕首把泰坦监控人的电锯手臂割了下来 没了电锯手臂的他 竟然还不断的用拳头攻击自己的头 非要把自己的头打下来不可 所以说泰坦监控人断头的话 恐怕是再怎么修复也救不回了 因为博士催眠泰坦监控人后 泰坦监控人的潜意识里就是要自毁 而在这里 泰坦监控人都只是不断的攻击自己的头部 却没有攻击核心 所以看来失去头比失去核心还更加的致命 奇怪的是 博士还没让泰坦监控人把自己的头打下来 就把屏幕从红光切换到紫光 看来这个博士 可是完全的掌握了电视人的核心技术 红光就是催眠敌人让他们自毁 紫光就是催眠敌人让他们去攻击其他人 这种屏幕能切换不同颜色的能力 电视人里也还只有女电视人曾经展现出来 博士发出紫光后 泰坦监控人也停止了攻击自己 泰坦监控人把匕首放在印象上 准备破坏掉博士的屏幕 G-Man直接给了泰坦监控人一炮 这一次他背后的大印象也真的被打掉了 被催眠的泰坦监控人 这时也攻击了泰坦监控人 把他按在地上摩擦 可以看到G-Man的表情 他很开心的在大笑着 却不出手攻击泰坦印象人 所以说 博士和G-Man这个时候 也只是在玩弄着两个泰坦 他们都知道 现在两个泰坦都受了重伤 完全没有能力和他们对抗了 所以博士应该是要催眠泰坦监控人 让他亲自杀掉泰坦印象人 等他清醒后 让他意识到 他杀了自己的兄弟 在他懊悔之际 G-Man再把泰坦监控人给杀了 这就是博士的计划 让泰坦接受最残忍的死法 四角主角这时也出手了 他拿起两个火箭炮 对准博士的屏幕发射 炮弹命中屏幕 却一点裂痕也没有 博士转过头来看着四角主角 他的脸这个时候也非常的欠打 就感觉他在说 啊哼啊哼 以为你能救得了他们吗 收拾完泰坦 我再来收拾你 啊哼啊哼 但是接下来他就笑不出了 一把刀刺穿了屏幕 G-Man和博士惊恐的望向前方 泰坦监控人 这时也体力不知倒了下来 一团黑雾出现 伴随着黑雾里闪烁的白光 没错 他来了 泰坦电视人来了 他也说了句话 倒饭来听听 他说 你死定了 G-Man对着博士说了什么 然后 他又露出那个阿妈都认不得的脸 一溜烟的逃走了 他看起来非常害怕泰坦电视人 看来 73.62%是真G-Man没错了 此时的博士 也一连惊恐 他背后也伸出了两个触手 露出了新武器 准备攻击泰坦电视人 一把带有紫色电光的刀 从黑雾里出现 升级版的泰坦电视人 重磅登场 泰坦电视人要耍帅 也耍得太久了吧 这黑雾到现在都还没散去 两发火箭炮 打在泰坦电视人身上 泰坦电视人选择无视 直接走上前 砍掉了博士的两个爪子 顺便把博士的屏幕给打了下来 然后 泰坦电视人开大绝 用THX把博士烧得全身熄火 这个画面已经有伏笔哦 泰坦电视人 用他的大刀刺穿了博士的脑袋 博士却还能动 然后 他就开启了核心的激光炮 可以见到 泰坦电视人的核心 也已经是被升级过了 呃 这个核心的模型现在还有侵犯到你吗 HIGMODE 还是现在泰坦电视人的刀 侵犯到你的自尊心了 你怎么还要开心啊 出来再跳啊 呃 呃 核心炮直接把博士的脸轰出一个大洞 马桶博士 陨落 等一下 哪里有那么简单 马桶博士被刺穿头后 还能动 脸上被轰出一个大洞 连头骨也没见到 里面只有机械零件和电流 他98.65%就是机器人没错了 泰坦电视人的THX攻击 我也看出了猫腻 Dafuck真的是买下了很多很多的伏笔 等我回来我会做一个更全面的解析 记得等我不要推定了 解决了博士 泰坦电视人又露出了他第一次登场时的那张脸 只不过现在他多了好多屏幕 这一幕实在是太可爱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不要忘了我的一万个赞 还有12月31号先 我希望能达到6万个订阅数 拜托了大家 好我们下个星期见 Peace